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形容詞的重音變化跟它的規則 形容詞的重音變化的規則 因為它形容詞經過變化之後 它就會有形態上的改變 形態上的改變 它就會造成它的重音也有所變化 而且它都有規則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過 新明解日本語重音字典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它現在也有出新版的 你可以買來看看 規則裡面它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要講形容詞的變化之前 要跟各位先討論一下 有它的變化的規則的文法 我們稍微跟各位再提醒一次 比如說 歐一希 歐一希 歐一希這個字的過去式 過去式是加他 那很多老師就會講 歐一希 把語去掉加上卡再加上他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呢 他是過去助動詞 你這樣會讓學生以為呢 卡打是一個字 不是喔 其實應該是這樣喔 歐一希加上他 那歐一希塔 歐一希塔 歐一希塔 不好念 所以日本人呢 就把它改成歐一希卡塔 歐一希卡塔 歐一希卡塔呢 不是這樣喔 不是這樣喔 一定是這一個 絕對不是這一個 所以這樣子會讓人家以為 這是一個助動詞 不是 其實是他 他就等於英文的d 或者ed 他才是助動詞 他才是助動詞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那否定型呢 否定型也是喔 否定型 我們看一下否定型 歐一希加上卡拉吧 很多老師會告訴你 把一希掉加上卡拉吧 對不對 其實這樣也是不對的 因為呢 是歐一希加上吧 歐一希吧 歐一希吧 所以呢 把一希掉加上 卡拉 再加上吧 好 當然他是可能有歷史上的淵源 但是呢 基本上他的概念是 歐一希卡拉 再加吧 而不是歐一希加卡拉吧 不是這樣子 沒有這個助動詞 因為 假定助動詞 就只有吧這個字 而不是卡拉吧 所以這個 你一定要記住 所以這兩個 他在加的時候 注意喔 助動詞都是最後面的字 他或者是吧 他絕對不是韓在前面 因為韓在前面呢 這個是形容詞本身 這是形容詞本身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OK 來 我們看一下喔 這是我打的表格 形容詞 形容詞 你看喔 我打的表格裡面呢 我就很清楚的呢 把這個ta就放在後面 有沒有 我就把ta放在後面 因為他是單獨的一個助動詞 那我們看一下喔 好 這個 最後面這個假定型 怎麼樣 我也是把ba放在最後面 因為ba也是一個助動詞 OK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它上面也有規則 上面有規則 好 比如說 如果是過去式 過去式 形容詞的中音如果是0的話 則中音在ca的前面 ca的前面一個字 好 但是如果不是0的話呢 就是在ca的前面兩個字 好 再講一次喔 如果是0就是在ca的前面一個字 如果不是0就是在ca的前面兩個字 好 OK 所以呢 看你就是看原型動詞 原型形容詞是什麼中音 我們再下去改 所以呢 我們一直強調原型的中音非常重要 原型中音如果不對 你就很難念 好 那麻煩你看一下講義 麻煩你看一下講義 因為我要把它說的比較小一點 OK 然後呢 如果是中子型kutte 如果是kutte的中音呢 如果原型中音是0的話呢 則中音在kutte的前面一個字 如果不是0的話呢 只在kutte 就是kutte的前面兩個字 好 跟剛剛那個是一樣的 ok 好 那如果是連用型 就是kutte 一樣 只kut 如果是連用型的話 那原型容詞的中音如果是0的話 則中音依然是0 如果只有kutte的話 然後呢 如果不是0的話呢 則在kutte的前面兩個字 如果不是0 它就在kutte的前面兩個字 它會在kutte的前面兩個字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唸給大家聽 好 然後呢 如果是假定型 原型形容詞的中音如果是0 則中音在kutte的前面一個字 如果不是0 則中音在kutte的前面兩個字 你看喔 形容詞如果是0 它有很多字 0的話就是前面一個字 不是0的話就是前面兩個字 就這麼簡單 好 但是你要唸習慣 你唸習慣就好了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那個講義要印出來 不然我這樣子唸你會比較辛苦一點 OK 因為我把它弄小一點 弄小一點 好 請你要把這個講義印出來 OK 好 好 注意喔 形容詞很多人重音都亂唸 都亂唸喔 比如說像 あかい おもい とい おそい つめたい おいし あつい 很多人都覺得哪有可能 怎麼可能唸おいし 就真的唸おいし 他真的唸おいし 那是你唸おいし おいし 好 那おそい 有沒有 おそい 這個對你來講很痛苦對不對 我們常說 當你唸得很痛苦很不爽很奇怪的時候 表示你唸對了 如果唸得很爽很好練很順的時候 表示你唸錯了 所以你唸得痛苦表示你在唸對了 OK 我們開箱 跟我唸一下 赤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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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かった 赤くない 赤くて 赤くなった 赤ければ OK 重い 重かった 重くない 重くて 重くなった 重ければ 遠い 重音的地方就不能是重音 記住 只要是 觸音 長音 跟鼻音 就不可以是重音 這是一個規則 長音 觸音 跟鼻音 就不可以是重音 因為不可以唸 遠かった 因為它是長音 所以必須要唸成 遠かった 變成一 遠かった OK 這裡我也有著名 遠かった 遠くない 遠くない 遠くて 遠くて 遠くなった 遠けれ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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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遅い 遅い 遅かった 遅くない 遅くて 遅くなった 遅ければ はい 冷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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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遅かった 背 bez 冷たくない 冷たくて 冷たくなった 冷たければ 好 辛い 美味しい 美味しかった 美味しくない 美味しくて 美味しくなった 美味しければ 暑い 暑かった 暑くない 暑くて 暑くなった 暑ければ 可是它下面那個字就對照了 熱的 暑い 你看 上面是暑い 暑かった 暑くない 暑くて 暑くなった 暑ければ 你看 我們兩個比笑一下 暑い 是暑かった 不一樣 暑くない 暑くて 暑くて 暑くなった 暑ければ 暑ければ これも良い 很眼的 良 、良かった、良くない 暑か、暑か、暑さió 良くて 暑くなった 暑か、暑い 暑い、暑い 暑い 暑か、暑ラシビ 多ければ 好 再 甘い 甘かった 甘くない 甘くて 甘くなった 甘ければ OK 辛い 辛かった 辛くない 辛くて 辛くなった 辛ければ はい それよ 軽い 軽かった 軽くない 軽くて 辛くなった どうしよう 軽くなった 軽ければ 好 再 青い 青かった 青くない 青くて 青くなった 青ければ 再 黒い 黒かった 黒くない 黒くて 黒くなった 黒ければ はい 寒い おー これが常見 どうしよう 寒かった 不要念 寒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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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くない 寒くない 寒くて 寒くなった 寒ければ 寒い 狭い 狭い 狭くない 狭くて 狭くなった 寒ければ 好 近い 近かった 近くない 近くて 近くなった 近ければ 低い 低かった 低くない 低くて 低くなった 低くなければ 低ければ どうしよう 低ければ はい 広い 広かった 広くない 広くて 広くなった 広ければ はい 古い 古かった 古くない 古くて 古くなった 古ければ 辛い 安い 安かった 安くない 安くて 安くなった 安ければ 好 辛い 悪い 悪かった 悪くない 悪くて 悪くなった 悪ければ はい 大きい 大きかった 大きくない 大きくて 大きくなった 大きければ はい 細かい 細かかった 細かく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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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かくて 細かくなった 細かければ 寂しい 寂しい 寂し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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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しくない 寂しくて 寂しくなった 寂しければ はい 少ない 少なかった 少な 少なくて 少なった 少なければ 少なければ はい 寂しい 楽しかった 楽しかった 楽しくない 楽しくて 楽しくなった 楽しければ どうぞ 面白い 面白かった 面白くない 面白くて 面白く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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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しい 新しかった 新しくない 新しくて 新しくなった 新しければ OK 各位同學在最後要跟各位同學分享一件事 跟動詞一樣 跟動詞一樣 跟動詞一樣它有什麼情況會發生呢 記住喔 我們剛剛說的 我把它改掉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 日語的中音 它會隨著它的地點而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 交出來一下 好 等一下 抱歉 等一下 請它出來一下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一定有很多同學說 怎麼那麼奇怪 我就明明聽過 これはおいしいですね これはおいしいですね 我好像沒有聽過 これはおいしいですね 沒有錯 記住 跟動詞一樣 它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變化 如果 形容詞 形容詞 它後面是加上 它後面是加です 的時候 它後面是加です 沒有錯 它會變成全部在倒數第二音 沒有錯 比如說 これはつめたいです 沒錯 它會變成全部在倒數第二音 沒有錯 可是呢 一樣 它只要後面是加名詞 就是 これはおいしいりんごです 這個就一定是おいしいりんご これはつめたい水です 一樣 它一定是つめたい 一定是平板音 一定的 如果後面是加名詞的時候 就一定要按照我們剛剛的中音 但是 如果後面是加です 形容詞直接加です的時候 就可以是倒數第二音 沒有問題 日本人也都是這樣唸 可是呢 我們學的時候 一定要把標準日語中音學起來 因為標準的形容詞 它的中音 它不一定會每個字都在です的前面 它會很多時候是在修飾形容名詞的 所以你就要把它的圓形 就是它的變化的標準中音學起來 這樣你才有辦法改變 但是呢 只要它後面是當術語 在句子的最後面的 那就允許它是在倒數第二音 這樣是ok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